是要去拿竹篮子吧 刚好 我们都捋碗鱼钱了 正好回去做饭 就给你烧了来 苏木兰瞧着那竹篮子里头 满满灯灯的鱼钱 比他刚刚捋的那些 多了一半不止 很明显 是柳氏顺手给他捋满了 见柳氏的竹篮子 也是满满的 苏木兰便也没有推辞 谢谢刘婶子 还搭把手 给捋了这么多鱼钱 嗨 你这孩子这么客气干啥 就是搭把手的事 就别跟我说 这些象外的话了 成 你赶紧把鱼钱洗一洗 上锅蒸来吃吧 这鱼钱也不能放的 好嘞 苏木兰笑着硬了下来 见柳氏走远了 这才张罗着清洗鱼钱了 蒸上一锅鱼钱饭 炖个白菜豆腐干 再炒上一盘蒜苗回锅肉 有汤菜有肉菜 忙活了一上午的五个人 这会儿吃的是香喷喷的 娘在做什么吃食 好香啊 四个孩子顾不得回来练字 便抽着鼻子问 红门羊肉 你们先去复习功课 待会儿好了 叫你们来吃 好嘞 四个萝卜头 欢喜雀跃去贝克文 练字去了 而这香气 就是他们刚散学回家的时候 闻到的那个 但比那个更加的浓郁 更加的喷香 快来吃啊 苏木兰招呼着孩子们坐下 一人递了饼子过去 先吃肉 吃完了肉 再煮菜来吃 我这也是头一回试着做这个 你们赶紧尝一尝 滋味怎么样 四个孩子闻言 见苏木兰动了筷子了 自己也都夹了羊肉来吃 滋味浓郁 羊肉鲜嫩 微微辣的口感 并不掩盖羊肉的鲜美 反而把羊肉的鲜美滋味 越发地激发了出来 只觉得整个口中 尽数都是羊肉的美妙滋味 好吃 四个孩子都连声感慨 这筷子更是没停下来过 看起来 这红梅羊肉做得还算是成功 苏木兰收拾洗刷碗筷的时候 这没收都是羊了又羊的 等到了第二天 苏木兰按着昨天的调味料配比 又做了一锅红梅羊肉出来 做好之后 苏木兰给冯氏家送去了一些 真好吃 这成天吃你家吃时 还怪难为情呢 苏木兰也不回答 只抿着嘴笑 笑啥呀 冯氏被笑得有些诧异了 笑你也有吃东西不好意思的时候 我还知道呀 你尽了好吃的吃时 连什么都忘了呢 瞧你说的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哪里能连这道理都不懂 你来我往的事 我还是懂得好吧 是是是 这回呀 给冯嫂子送这一锅羊肉来 一来是这般时日 永和照顾米豆许多 我这当娘的 总得感谢感谢 小喜忠惊 这家人都不喜认